第一,这事是真的,第二,谁不服就去找南京市公安局,因为太厉害了,高手在民间 男主角他姓王,咱化名叫宝强 2019年的一天,他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了一个美女,她就是女一号,化名秋莲 哎呀,这女的毕业于名牌大学,又在国外留过学,现在是一个中学的教室 并且秋莲的家庭背景十分优越,妥妥的埋伏美 到这边有人肯定会说,那我肯定,这就骗了 小伙子,不要太肤浅 宝强很动心,费了好大的劲吧,两个人终于就成了 然后呢,他大喜,立马要求当面谈 你毕竟在网上,在这个手机上看来看去,微信看来看去,人都不靠谱 必须得见面 复约之后,嗯,这秋莲怎么戴着一个口罩啊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怎么戴口罩啊 那么呢,秋莲就给出了他合理的解释 说,我之前不跟你说了嘛,我要做那个淋巴手术,这刚做完,必须得戴口罩 不能见风见光 哦,这个宝强表示理解 其实你说,这时候他就假装说出息一下 过去抽拢子,一下把那口罩给你扯下来 那你看看,这么做的话,你这不没素质吗 你把美女给惹闹了,你这点恋情,岂不是受到催残 可是当天晚上吧,秋莲呢,就给他发过来一个消息 大概的情况就是,说他的妈咪知道了这个事情,坚决的犯罪 哎呀,宝强就大惊说,嗯,那你咋想的 结果秋莲跟他表示,说这个问题,白哥不是说了吗 爱情最大,亲妈也不好使啊 我当即就跟他闹反了,嗯,然后我决定离家出所 哎呀,这一下把那宝强就感动的啊 秋莲,你做的太对了 相信白哥准没错,就按白哥说的来 两个人互相忍那会儿就勉励了一番 然后呢,宝强带着无限的充领啊 美美的过了好几天 随后秋莲告诉他 说现在已经跟他老妈中闹翻了吗 可是,是手术费怎么办呢 合情合理,是不是啊 你看,正做手术呢 那么宝强就是义无反顾的开始给他转仗 连续好几次啊,总共给了十三万 但这块呢,宝强就是有点动摇了 他也觉得,你说我这是不是被人给套路了 然后吧,秋莲又来找他 跟他说,说我有个同学 他想辞职 但是呢,他不会写那个辞职报告 你经验丰富,你帮帮他行不行 那肯定小菜一点啊 于是呢,宝强就加了那个女的QQ 他呢,就是女二号 咱们给他化名小欣欣 交往了一下 结果小欣欣呢,就是在QQ上跟他 就是说写辞职报告的时候 也随便聊天上门,说来说去的 这小欣欣就给他报了很大的一个料 就跟他说 强哥呀,秋莲以前有一个男朋友 现在想跟他复合 哎哟,这下报强揍住了 焦虑万分 突然呢,他就想到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你说这个,这个料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不对 欣欣呢,终于就跟他 坦露了心扉 我实话告诉你吧 秋莲的那个前男友 是我的现男友 他要复合的话 我也心痛啊 啊,这报强瞬间就懂了 咱们俩都是爱情的同名人 那么欣欣,咱俩凑合凑合如何 肯定有人这么想 说你跟您俩就得了 其实不是 人家宝强他是深爱秋莲的 欣欣呢,也是爱着那个男的 他们俩只是现在需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欣欣就跟他提出了一个谬计 就说咱们俩出一点银子 让他们俩分开 岂不没在意 拿钱给我订呗 这具体怎么操作的是没说 反正吧 宝强他觉得这个事情很靠谱 于是呢 他就给欣欣转了一万块钱 在今后 他这颗悬着的心呢 终于就是放下来 把这个情敌给打不走了 眼看投入了这么多 马上就要收获爱情了 结果呢 秋莲那边不断的传来噩耗 手术失败 病情在恶化 持续了一段时间 突然有一天 秋莲嗷了 撒手人寰 他的手机是接到了两条短信 这第一条的内容就是 给他说的原文大致就是意思吧 就是 我是秋莲他生前的护工 医院的护工 现在他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临终前他让我务必要把这些话转告给你啊 希望你以后好好的生活 找一个对你好的人 如果有下辈子 我们还要在一起 抱强他是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颤抖的看着这个短信呢 天度应财 红颜薄命 一连串的成语吧 就涌上了心头 是吧 他的悲痛可想而知啊 那么呢很快又发来了第二条短信 这个内容就是 还是这个护工法的 他那个告诉他说 秋莲他的妈妈一直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了 最近呢正在翻查他的手机 检查他的这些物品 很快就会找到你的 你就把以前你们俩那个聊天记住啥的都给删了吧 这个呢也是为你好 就这么两条短信 那么刚才那小伙肯定忍不住了 哎哎哎白哥 我并不不见 我觉得这些都是套路 我从头到尾对这个事我看的一清二楚 你太低估我了 嘿嘿嘿嘿嘿 小伙子 你还差一万八千里 你也剧情远超你的认知范围 秋莲丧命 宝强呢 没有怀疑 悲痛之后 有人就过来找他了 有个女的来找他 谁呀 他是秋莲的一个闺蜜 这就是女三号 给他化名叫洪哥 找到了宝强之后 是干嘛呢 给他转交秋莲的遗物 但是接触了几次之后 洪哥就对他暗送秋莲 然后宝强一下子没认住 跟他逞了 可是出了一段时间就发现 洪哥根本就不是他小杨的类型 跟秋莲比起来差的太远了 于是呢就跟他提出了分手 这洪哥大弄我 闹了一阵子 实在没法子 这个宝强就给了他五千块钱分手费 然后彻底散火 随时直接就把他拉黑了 他呢还是小年秋莲 那么优秀的白富美啊 到嘴边的天鹅肉 就这么就飞了 就死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没过几天 7月21日那天晚上 秋莲的手机 秋莲白富美 他的那个手机号码 突然给他发过来 两条短信 内容如图所示 秋莲竟然活了 他没死 还没等他问明白怎么回事呢 复活的秋莲给他爆了一个猛料 我朋友洪哥 你知道吧 他最近怀孕了 不知道是跟谁搞出来的 现在在这块正丑呢 爆墙大惊 这可怎么办呢 随后他赶紧就跟这 洪哥联系 哎呀 你你千万不能把咱俩的事 告诉秋莲 你赶紧把那孩子打掉了 废用我出 经过这 磋商吧 洪哥也同意了 啊 我去打台下 然后我把这个秘密保守 我 咱俩这事 我不跟那个秋莲去提起 嗯 但是呢 你给补偿费 给一万 这下保墙 行啊 给钱吧 搞定之后 终于是松了一块钱 还没等他缓过神了之后 洪哥就又联系他 就跟他说 强哥呀 不好了 打台失败 要做手术 爆墙已经大惊 手术多少钱呢 二十吧 爆墙差点没缝 太多了 我实在是承受不住了 这么多钱呢 最终把洪哥跟他表示 说 哎呀 你出一万块钱就行了 到这块 保墙彻底醒悟了 这洪哥 他是在骗我的钱呢 于是他就报警 把这女的给抓了起来 警方呢 经过调查 很确认的告我保墙 你被骗了 除了你以外 其他人都是假的 不仅仅这洪哥呢 什么秋连 都是假的 嗯 爆墙大惊 我以为就洪哥 他自己是骗子 难道 你说那秋连 小新西那些人 都是假的吗 难道 我是被传说中的那个诈骗集团 给给套路的一大堆人在跟我演戏吗 No No 不是集团 秋连 小新星 洪哥 护工 以及秋连的前男友 他们统统 他们统统是一个人扮演的 这个人谁 就是洪哥 保墙实在是想不通 这女的他怎么玩的 从始至终他一个人玩这么多角色 细节吧 大概是这样的 就最开始给保墙展现的那个秋连嘛 那个照片啊 以及动不动给你发朋友圈之类的 这是谁呢 他原本就是洪哥的一个朋友 这人的身份以及照片 那都是直接扒下来 就是给保墙看的 包括朋友圈展示 专门就给你展示的 别人都看不着的 那个朋友每天干啥 然后这洪哥呢 他就把这个信息全扒下来 反馈给保墙 就直接给你傻复制了 所以说特别的真实 往后你看见面 他用戴口罩这个方式 就给骗了过去 那再之后 为什么要把秋连给他弄死呢 他说 这洪哥这说 他说 当时就没有素材了 我就憋不下去了 我心情就赶紧让他死了 死了 这段剧情就结束了 就让他出戏 然后呢 他觉得 我想用自己真实的身份去见他 他 其实吧 他对这个 这个保墙是有点感觉的 他觉得这小子 挺好 干脆就说让秋连死了 然后我这个真人现身 是不是 那你看我 我真人一出手 肯定比假的好使啊 咱俩 出的像 就正八经出了 可是出上之后 他发现 这保墙还成天在那块想念秋连 对他没有感觉 他无论使你什么办法 都不能让保墙脱离那个秋连的那个 那个 那个柚子 所以说他特别吃醋 然后把保墙还跟他分手把他给拉黑了 这怎么办呢 心来心去灵机一动 干脆让秋连复活 重新入戏 如果不是他肆无忌惮的在那块骗钱 因为红哥嘛 说不好听 他如果再用秋连去骗钱 那指不定他能骗多长时间 是不是啊 他这个又用红哥 本身也是这谁 这个保墙对红哥就特别看不上他 一次两次行 就连续骗二十万就降到一万 就见钱就走这种的 那要不这么干的话 这剧情啊 指不定就后来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都整整出更花花来的 其实吧 就是一耳再再三的拿到钱了 他觉得可算是碰到一个啥老爷们 也是就是有点撒花大意了 可惜的就是咱不知道这个女的 她被判了多少年 如果吧 她能把就之前骗的那些钱都还了 这个法院是能给她判清点的 好了 祝大家快乐 咱们下期再见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